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月只要1500美金就有宝石节可开了 所以我们来谈谈订阅制 对 马斯克又有新的想法了 他说今年的Tesla会在第二季 推出了全自动驾驶FSD订阅制 他是这样 你以后这个Tesla不是卖车赚钱 靠服务赚钱 他说27%的车主愿意订阅FSD 那FSD的毛利很高 30% 那假如未来有一半的车主都订阅的话 Tesla不必卖车 或甚至卖成本价 他就可以赚钱 那你看一下 还有 这张图告诉我们 所以就是我每个月付钱 每个月付钱 对 这通常适用在高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反正就是因为车子很贵 顾松松 可是你有想开 那你每个月付一点订阅费 你就可以享受那部车了 而且现在疫情突起 你看过去这个八年成长300% 这个订阅制的企业的营收成长 比美国S&P500的这个营收的指数 还高了那么多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新的趋势 好 台湾也有 台湾的游艇也现在要推下会员制 那地点就在台南 你不要以为台南就是台积电 艾斯木去了 现在有一个全世界最顶级 五星级换店集团 月融庄 就是巴洋区了 也要进驻这个地方 现在月融庄的话进来台南 台南安平 台南安平 那就打造了一个度假海湾的饭店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人家多高档 云南的丽江的月融庄的话 它的建筑用当地的材料 然后每一个房间的话 都可以看到这个远看的 就是那个知名度很高的玉龙雪山 然后你的户外的话 还有恒温的水了池 多棒的享受 所以这是在里江 那台湾的呢 台湾也很厉害吗 台湾的迈阿密 这个台湾 这个台南 海湾做了以后 第一个赶湾的换店 那这个全区呢 都交由八洋水 来负责换店的一个管理 所以现在的俱乐部是 把游艇和月融庄做结合 对 然后呢 你看这里面全区都还有什么 水岸的Vila 那个Vila 大概200坪 三层龙 前面可以趴游艇 后面停超跑 然后呢 你也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管家 在一旁服务 那Vila每个房间 你看进去每个房间 有会议室 KTV 雪茄房 SPA BBQ 更棒的是什么 你还可以搭游艇出海 所以这听起来呢 超梦幻 但是一定贵松松 不一定 跟我们也谈到 从特斯拉到保时捷 到台湾现在的游艇俱乐部 都走向订阅制 为什么走向订阅制呢 就是让很多的高端消费 能够深入民间 让一般中产阶级也能享受 所以我们带您去 谈谈安平看看 现在的游艇 以及游艇港湾 跟过去完全不同 转过的海岸线 游艇在海中央 搭着蓝天白云 台南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 在这里就能够享受到 世界级的游艇之旅 在游艇上 你可以真正感受到 出航的乐趣 特别是放假的时候 那真的是真正的放松 所以现在搭游艇 开帆船成了顶科族 新的休闲活动 尤其在后疫情的 这个时代里面 在海洋上面娱乐不但安全 而且在海上 是相对上面的人 和人之间的距离 都维持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游艇 帆船 甚至是到快艇 或是水上摩托车 海上的休闲设施 这里通通都有 而现在这个触角 也要延伸到北部市场 打造出全台码头 游艇的生活重镇 有饭店 有会员度假中心 甚至度假的Villa集会所 然后串联到了 除了游艇之外 帆船的这种教学 学校的推广 另外我们这个游艇会 在台北可以出船 可以在屋时出船 可以在高雄出船 也可以在澎湖出船 奢华会所结合游艇的 黄金比例流线 呈现出满满的尊荣感 还提供了私处服务 商务用车以及超跑预定 就是要抢攻金字塔的顶级客群 好 所以我自己 而到台南安平去看 真的完全不同 特别是那里很适合 做游艇俱乐部 因为它的潮汐很平稳 不会像台中潮汐的上下波动很大 所以据说在那里坐游艇 你绝对不会晕船 对 我也问过人家 台湾买一个游艇 本来就很贵 更贵的就是你那个靠港会 你要停船 对 不得了 那干脆就去订阅 你就加入了这个会员 其实去年的疫情的时候 没想到 业者的这个营收 易经突起 它大概是2.67亿 YOY成长了78% 那营收这么亮眼 就是说加入的人 本来只有300人 后来倍增到700多人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它提供会员客制化的旅游 不限一个禁点 这很重要 你要到处都有 那个会员的那个背识 才会扩大 再过来 其实台湾还相对便宜 你看这张表 不得了 全世界的游艇会员 他们因为都有总量管制 所以就像高尔夫求证一样 会一路一直涨 对 像那个香港 有时候还要世袭 就是爸爸以后 还要传给儿子 才有这个会员 所以你可以看 香港那个深湾的游艇会员 1600万的台币 那中国也一样 中国那个山崖 或者王石下面的 这个都是人民币 100多万 这样的一个这么贵重 然后希腊的话 全球只有你100个名额 你怎么挤得进去 所以台湾平均 这个游艇会员的这个价格的话 大概国外都是我们的四倍五倍 所以因为台湾起步比较晚 所以现在机器比较低 然后很重要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 因为你想进来这一个游艇的会员 应该都是金字塔尖端的 那他们可能有很好的 企业的一些产品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游艇会的 一个平台 把他们的产品 跟其他的分享 所以等一下很好 原来是一个交流 对 黄金的人脉 所以从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对 黄金的人脉 在这一段时间 对 黄金的人脉 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就像个人的一段时间 有一个产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